如何让心不被外境所转 同时定住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问 如何关注心不被外境所转呢 一丝一毫的心都不能动 同时定住这么强大的定力如何做到 请师父解惑阿弥陀佛 弘恩法师答 你为什么要定住呢 这样久了会成为压念不起 禅宗用功从没说过让你定住 禅宗是说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能绝就好 我们众生怎么能定住呢 众生无量节以来生死妄想多么重啊 粗旺 细旺 微细旺 极微细旺 所以不要在旺面上做功夫 前几天有居士给我发信息说 自己这几天宋金刚经感觉非常好 今天宋经才打了24个旺面 我听了哑然失笑 我说你至少打了48个旺面 还都是粗旺 这还不是希望 他问为什么呀 我说你知道自己打了24个旺面 你所知道的心又是一个旺面 这不至少是48个吗 他后来还是听懂了 感觉自己是错用心了 所以不要定住啊 你定那里干嘛 众生的心就是要动的 动怎么办呢 就是要用正面去转它 要学会转 转妄念 转妄想 就这样用功夫 在凡夫的很容易修着修着都成这样的外道定 无心定 宁心入定在六祖谈经中会能大师也是呵斥这种用功方法的 一念绝即死 别处受生 世卫大错 譬如像沃伦禅师的沃伦有伎俩 能断摆思想 对静心不起 菩提日日常 慧能大师一看用功用错了 到外道那里去了 赶快写了一首禅记来就他说 会能无伎俩 不断摆思想 对静心竖起 菩提做个长 对静要起心啊 不怕起心 正面就好 菩提干嘛要长他呢 菩提本来不增不减 所以说你要加个定干什么呢 他本来不乱 你加这个加那个其实都是污染他 所以知见一定要正 不正修行是要走错路的